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摄善业道经》 第四名 最后一行看起 如今当之 如是修许 一令众生 了达因果 修习善业 这是一小段 世尊到这个地方 劝勉我们 这个说话的对象 虽然是缩击了龙王 龙王是代表我们大众的 这前面都给诸位报告过了 第一句话 就是勉励我们 当应 现在 你应当要做的 如是修许 这个如是两个字 是 确前 确后 前面教导我们 最重要的是要认知 一切都是由心祥所辞 跟华言经上所说的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相 是新鲜的 是新鲜的 佛经上也讲 尿色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复杂 这是由心祥所信的 这个后面说的就更具体了 一切皆由 自信种种想念 这个想念里面 有善 有无 这是 把这个 清净平等的相 改变了 那我们要问 是不是真的改变了 没有 绝不是真的改变 真相永远不变 改变的 你是妄心 在操纵 妄心显的 妄想 不是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一真法界是真相 我们的华言经 华藏世界是真相 我们学进途法门 极乐世界是真相 常住不变 极乐世界在哪里呢 就在此地 所以古人说 身则决定身 去则是不去 这个话非常难懂 但现在科学家 逐渐逐渐 明白了 科学家设施 不同为一次的空间 我们把它比喻 像这个电视的荧幕 像这个电视的荧幕 拨通频道 都在这个画面上 你按哪个频道 这个像就出现了 这是佛家常说的 舍法界 一发界线 显的像 舍法界隐 就像那个电视荧幕 我设个频道 我按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像 现成了 其他九个频道 都不见了 都隐没了 换一个频道 另外一个像出现了 这个像又隐没了 都在一起 没有分开 是法界 不法界 千法界 是一个法界 诸位从电视荧幕频道 里面去想 你能够得到一个方福 实在讲 真相你得不到的 但是比较上 捷径真相 然后你才懂得 古德所讲的 生这决定生 去这死不去 这就是 你转换了 空间的维持 将我们人间的空间 转变成滑胀空间 转变成 极乐世界的空间 换频道 暗流在哪里呢 暗流在起心动力 从心想什么 就好像频道是 那个暗流在 就在转 古人呢 说这些东西 真是难懂啊 现在我们借这些 科学工具 帮了很大的忙 让我们逐渐逐渐的 体会到 佛在经上讲的 宇宙人生真相 佛家的术语 所谓是 舍法界 一正庄严 我们通达明了 如实修学 这个地方如实 特别重视的 应修善业 佛在前面所讲的 不但自己 应当如实修学 一令众生 了达应过 了是明了 大是通达 佛教的基础 就是建立在 英国的教学上 英国是四十 绝对不是明星 种瓜一定得瓜 种豆一定得豆 瓜子是因 戒成瓜是果 这叫因果 所以 世间法 佛家将出世间法 佛法 都是因果 世出世间法 离不开因果 法华经 一臣因果 华严经 五周因果 你看看 哪一部经论 不是讲因果呢 众善因 一定得善果 人 心善 念善 行善 必定得善的报应 得善报 你对别人好 人家也对你好 敬人 这 人很敬之 敬人 是善因 别人在尊敬 我们是善果 这叫因果 我们一握一对人 就是握因 人家回报 对我们是握果 人家也以握来报我们了 要懂得这个道理 对辽达因果 说得很具体 说得很详细的 辽凡四讯 是很好的一本书 过去 阴光大师在世 一身 不遗余力的 弘扬 这个小厕所 在当时 那个环境里面 我是盖略的古迹 他老人家一身 了凡四讯 印疗 一波多万策 那个时候 印刷书 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印这样大的数量 确实是 惊人的事业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有真实智慧 他有大慈大悲 知道 完旧 现前这个社会 儒家 能力道德的教育 崩溃了 佛法的教育 也逐渐渐渐渐没落变职了 学校教育 Fear agile 者 这个世界可以富裕 但是必定是灾难重重 科技发达到一定的保护点 世界就会毁灭 这个是有科学的证据 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到高科技 在过去已经有过很多次 发展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毁灭掉了 毁灭之后又从头来起 那我们今天的发展的时候 就如同过去 这个模式差不多了 晚安就知道 还是伦理道德 如果伦理道德没有了 人就不像人了 家不像家了 所以现在我们全世界的人 生活纵然很富裕 物质条件不缺乏 身心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古人讲的 不是人的生活 人没有 身心没有安全感 就像动物一样 动物你看看 到外头就觅食 说不定就被别的动物 把它吃掉了 没有安全感 没有保障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 随时随地 生命就丢掉了 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不能不明了 不能不同的 所以印足一生 弘扬了凡私讯 有道理 我是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 我跟他没有见面 他是我们再上一代 我的佛法跟黎炳南老师是选的 李老师是他的学生 是印足的学生 所以我们的尽宗 是跟苏州人言三世的 一目相称 李老师在世的时候 常常劝道我们 以印足为师 印足虽然不在 文朝留在后世 多文朝一教奉学 这个就是印足的学生 我在1977年 在香港奖金 那个时候 在香港住了四个月 住在九龙中华佛教图书馆 谭虚法师建立的 这个里面收藏了不少的佛书 红化石的书相当齐全 他们尽量收集 红化石是阴光法师办的 印足 所有别人给他的供养 他都用来做法布式 他一生当中就做这么一桩事情 所有一切财力都做这一桩 这个对我影响的很大 我们看 上海 互过习灾 发挥的开示 这是老和尚 公开跟大家 讲开示 一生当中 就这么一次 以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 开始前面一开端 他就说 北方那个时候要在那 大家发起救灾 他在印金的 这个款项里面 拨三千大洋 去救灾 从这里 我们就体会到了 老人家一生 就做印金 红化的事情 拨栽 是用印金的钱拿出来 他做的专案 他不砸了 现在我们看有个道场 分成好多个部门 有印金的 也有这个词纪的 分了好多颗目 印足只有一个颗目 没有第二颗目 这个做法 正确的 他心转了 心思转了 智慧 我们今天要想 减少烦恼 阵长 智慧 印足一生的行仪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他一生 他一生 倡导的 三种东西 第一个是 廖凡思讯 廖凡思讯是叫我们 廖达 印骨 第二本书 感应平 会兵 这是道教的 在底下一句话 休息善业 善悟的标准在哪里呢 感应篇讲得好 他为什么不用佛经 佛经说得太善了 善在许多经论里头 而感应篇里面 可以说把佛经里头 所讲的善物都集中了 也等于是汇集 集中了 这个好 用感应篇汇编 做标准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用安寺全书 作为修习善业的总结 安寺全书里面 有四种东西 第一篇 文昌帝君 英之文 这也是道教的 文字比感应篇还要少 越少越容易受持 感应篇一千多字 文昌帝君 英之文 这七百多字 也都是善物的标准 第二篇 万善心资 专门将借杀 第三篇 欲害回旷 专门将借尹 把这个杀根引 作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特别详细的介绍 最后一篇 只归净土 希望大家 念佛 求生 极乐世界 你这一生 就圆满了 那么这三样东西 都是中国人做的 都不是从印度传来的 不是翻译的 我们念起来 很顺口啊 读这个书 很习惯的 它不是翻译本的 整个佛法的精髓 就在其中 所以我们今天 借着感应拼 来跟诸位 介绍十善夜道经 这有很深很深的意义 休息善业 这两句话了 就是印族一生的事业 了达因果 休息善业 印族一生所提倡的 了凡事讯感应篇 汇编 安事全说 如果没有云 借出的佛法 由这三部书 你的一生 果然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能够依教奉行 你决定往生做佛 所以这三种书 合起来 红化蟹印的数量 超过三百万尺 我当时看到这个 非常惊讶 我那个时候常常想啊 印光大师是一代的祖师啊 为什么不弘扬佛经呢 就弘扬这个东西 佛经他们也印 数量都很少 为什么这三部书 是这样大量的在流通 那今天看起来呢 我们才需要的 真正体会到 祖师的悲心 佛经 说得太深了 能够读诵 能够理解的人 不多 这三种书容易理解 容易看 容易懂 完全是 切记切礼 广度苦难众生 今天我们看到 世尊这一句的开示 其实就是印族一生 救度苦难众生的总结 言语非常简单 意思太深太深了 声光无尽 我们要细心体会 要认真努力学习 在这一生当中 取得决定的成就 不辜负这一生 这一生到人间没有白来 我们目标就达到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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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